我的小小世界是一本儿童绘本 书中呈现世界各角落的孩子 如何透过游戏和想象来创造自己的天地 巴布罗喜欢待在书屋里听小鸟唱歌 法兰克和梅林在工作室里忙着伟大的发明 而李欧则是喜欢和小动物说话 克拉拉在星球和宇宙漫游 无论是树屋帐篷或车库 每个小小的世界都是孩子想象力绽放的天地 小小世界里面有提到就是 每个国家不同的位置的孩子 他每个小小心理的小小世界里面会是怎么样 那有些的孩子呢只是希望可以平安的长大 没有战争 那有些孩子就是天真浪漫 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那其实我最喜欢他最后面的一句话 就是说大家都只是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大家自己心里的小小世界 他的愿望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孩子们撒下种子来阅读 与想象中的恶龙搏斗 他们遥望星空在浩瀚银河中旅行 而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度则是有孩子饱受战乱的国家 两个男孩找到自己的游戏场所 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小孩子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他可以看不同的国家的孩子 他们的心理的目标跟方向或者是希望是什么 可是以大人来说 那我们心中的小小世界 有多久没有去唤醒了 我们可能在忙着工作 然后在忙着生活 或者是忙着朝着自己的兴趣发展 然后但是我们的梦想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世界给唤醒 对 然后让大家一起朝着 快乐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这本书邀请读者进入孩子的秘密世界 无论是闪耀的星空 或是有着奇幻色彩的海洋 透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见孩子们在属于自己的王国里 自由地探索 发展自己的人格和兴趣 并学会理解他人 适合亲子一起阅读 来拉近彼此的距离